《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175章 決一死戰 一 上次講到 遼東大法師氣勢空般衝上泡復山 上到山後 他指出地上那片殘酷很兇勢地問 我那個黑煙攝雲箱呢? 你是誰做的? 那個箱這麼堅固 是怎樣可以破得開的? 講完後 遼東大法師身手把一雙黃符貼在地上 地上即時金光一閃 瞬間又五個土丘曲起了 就好像五個大墳頭 那些土丘愈來愈大 很快便被弄爆 接著有五個怪物圈出來 其中帶頭那一隻是一隻很巨大的蠍子 那隻蠍子有兩米多長 鐵尾金鉤 全身土黃色的輪甲 頭前面有兩隻眼睛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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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那些人嘴裡還留著綠色的口水 肯定是很毒的 另外還有一隻人頭羊 全身都是黃麗 人頭羊身 而人頭是個女人 有隻眼爛爛了 頭髮只剩下幾隻 不生頭髮的地方 生死人倉 她的樣子很噁心 看到人全身上下都化了馬 一捐出黃麗洞後 即時瘋了毛髮 瘋掉了身上的黃麗 接著那個人頭在叫 叫到咩咩聲 那些眼神 那個樣子太恐怖了 真的很想轉身走 因為太過得人害怕了 最後捐出來的東西 是一條大椎蟲 直徑有半米 四米多長 那些椎皮是半透明的 隱約可以看到裡面的綠色汁液 而更加得人害怕的是 在綠色汁液裡 沿浮了一個不足魚的嬰兒 那個嬰兒不足十個月 這個勇還未煉化好 如果煉化好之後 那個不足魚的嬰兒 應該會變成一隻妖蛾 因為 追是會化成蛾 遼東大法師比我想像之中更殘忍 即是說你五個怪物 要殘殺多少人 即是說那兩條蜈蜈膚 腹部下的手指 起碼都一千上百隻 這樣要多少生人 用死屍去煉 這樣屬於煉師 和煉妖是一致之差 但是天淵之別 煉師雖然很邪 但最起碼在過程中不殺生人 而煉妖一定要殺人不可 煉師馬人的時候 總算是整個倒進爐裡 這是因為 司馬人懂少法術 遼東大法師想保留他的法術 現在還將一個未捉魚的嬰兒煉化到大吹蟲裡 這樣就說明了他曾殺死過一個無辜的孕婦 手段之殘忍簡直是令人發指 這個妖而不除的話 留在人世間一定會害更多人 大家看到這樣的陣仗都嚇到傻了 遼東大法師是將整副增加壓上來 要與我們決一死戰 不過 話又回頭 確實是時候做過了斷了 借得楚鳳樓把手掌在地上按了一下 他很不在乎 因為上次他很輕鬆地從遼東大法師走出來 他曾經按著遼東大法師威脅過他 三兩下手腳就搞定了遼東大法師的牛頭人 所以楚鳳樓很有信心 看到這樣就跟我們說 那隻追交給你們解決吧 因為實在太噁心了 我咬不下去 其他那些交給我吧 雖然噁心就噁心了些 但我認命了 張雪望就跟他說 你不要牙斬斬 小心點 楚鳳樓對遼東大法師的煉妖術其實知道的很少 他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很輕鬆地航復遼東大法師 其實當天在山洞裡 遼東大法師是因為完全沒有防備 再加上看來洞裡的妖物全都派出去 只剩下牛頭人在這裡 在擔擔抬抬抬做些苦工 那個牛頭人雖然力大無比 但是很粗笨很遲鈍 所以還有楚鳳樓的爪牙 遼東大法師攝雲練妖幾十年了 他練出來的妖物肯定就不止眼前這些 那些又蠢又笨的都放棄了 借帶了五隻最能打的過來 而且先別說你五隻妖物 光是雪玲龍那個從丹 在我們手底下可以走到五個回合 那就不錯了 當天幸好山聚子通靈救主 騙了三足變天敲過來 夾大家的力量剛剛和雪玲龍打平手 後來又幸好劍走偏鋒 將司馬人請過來 用了感應爽錯的法術 勉強從雪玲龍的手下走出來 楚鳳樓就算被遼東大法師煉化了 看怕他的本事也避不上這五隻妖物 所以他剛才說的那句話真是吹水不抹嘴 就在那五隻妖物爬出土壤的時候 范靈玉按下聲跟我們說 再給多十分鐘啊 再給多十分鐘 袁包北斗花果陣雖然還未長大 但是可以用了 無論怎樣也好 你們和我拖多十分鐘啊 我另轉身去望了一下 看到那些枝葉已經密密麻麻 那些樹長得很高 有些瓜果長得整個柴油棺這麼大 遼東大法師被范靈玉用瓜狼籌了十二年 但是他就不認得這個袁包北斗花那時候 他只知道當年自己被范靈玉騙了過去 騙到一個很巨大的瓜附近 叫他進去看看 後來就把自己封住了 再也出不回來 遼東大法師見到現場這麼多巨型的瓜苗 他也很生氣 正所謂仇人見面份愛眼紅 見不到這些瓜苗他還沒那麼生氣 一見到之後那些陳年舊恨即時翻光倒海 但是遼東大法師只知道 這種瓜就不可以靠近 他就不知這是個花果陣 看遼東大法師的意思就是 反正我不走過去你就內行不到我 至於怎樣剷除瓜苗呢 遼東大法師他也不清楚 實際上當時遼東大法師 隨便派妖物過來 將我的頭髮拔掉他 這樣這個陣就會廢了 因為當時還沒生醒 起碼十分鐘後 那些筋苗才可以深 想拔也拔不了 但是這十分鐘之內 不能被遼東大法師動手 隨便一兩個門道拋過來 打到瓜苗藤蔓上面 這樣這個陣就會破了 所以樊令玉一再強調 他需要十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就夠了 就在這時 楚鳳流忍不住 他將腰拱起來 然後整身上下的毛瘀起 凡是貓科打架前肯定要發威 這樣就叫做炸毛 他整身上下的毛瘀起 這樣就要撲過去了 黃金銅很清楚 雪玲龍很厲害 當時他要去裂楚鳳流的尾 想拉著楚鳳流 但是遲了 楚鳳流一下子就撲出去 等我見到的時候更加遲 你不像用蟲髮控制他了 我們只見到 楚鳳流來遼東大法師最近的時候 騰空約起 直接對著遼東大法師的面門衝過去 就在這時 雪玲龍的蟲丹向楚鳳流射過來 幸好楚鳳流的反應很敏捷 就在空氣之中將腰扭了一下 蟲丹掃到楚鳳流的左腰 楚鳳流即時達到草地上 左腰那裡焦了一片 整隻躺在那裡 張雪王很緊張地問了一句 哎呀! 你下會不會要命呀? 我就應她說 不用擔心 死不了的 貓有九條命的 如果是蟲丹直接打到身上 一下子就會死 別說她是血肉之軀了 生鞋子也一樣 但剛才她扭了一個身 蟲丹只是掃到皮毛 等她休息一下吧 黃金銅轉身看著那些在生葉的瓜果 又聽到凡尿屋說要爭取十分鐘的時間 她突然走到林武善旁邊 舉起手對著林武善臉一巴掌下去 掌下去的聲音很清脆 一巴掌下去之後 林武善整個懵了 她掌緊臉冷冷地看著黃金銅 腦海裡一片空白 雖然平時她們不太合眼 她一直對黃金銅也不太好 黃金銅也盡量避免和林武善說話 但始終未到要互相動粗的地步 林武善對眼裡的淚水滴滴滴下來 黃金銅還跟著罵她說 你這個臭美女我忍了你很久了 今天我師父上了山 也是時候找你算一下賬了 我一時之間都懵了對黃金銅說 黃大哥你這就是什麼意思呀 都未等我講完 黃金銅走過來拍一聲對著我一巴掌過來 我完全沒有防備都整個吐住了 心想黃金銅是不是瘋了線 黃金銅又開聲罵我 你這個臭小子我忍你忍得更久了 看看我師父今天如何對付你 張雪望就嚇一跳跟她說 金銅呀你是不是瘋了線呀 我才是你的師父呀 黃金銅劈頭劈腦地對張雪望回頭 放屁呀你你算什麼了 我連你都打了 嚇到張雪望後退了幾步 黃金銅一手掛過韋六 韋六都傻了 雖然說她平時說話就任當些 但韋六本來是個好人 對黃金銅突如其來這樣的舉動 她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想伸出手 但被黃金銅拖到實一實 拖著韋六向遼東大法師走過去 遼東大法師這時候也有點懵 本來想叫雪玲珑再拿個重單出來 先殺楚鳳柳 見黃金銅內鬥喔 她發呆地望受黃金銅 她很想笑的但又覺得不太對 本來那五隻妖物馬上就要發起進攻了 這時候油油如如停在這裡 因為遼東大法師也想看一看熱鬧 這個人陰險又沉靜 平時不會經常說話 但多數時候都喜歡一個人在山洞裡研究妖物 特別喜歡在暗中觀察別人的舉動 她有一種偷窺的嗜好 黃金銅現在這樣的舉動 令遼東大法師很感興趣 她天生很喜歡看別人內鬥 所以遲遲都沒有動手 黃金銅來遼東大法師七萬米遠時 遼東大法師也怕她有景色 雪玲珑的重單高高飛起 五隻妖物慢慢聚攏過來 然後突然看到黃金銅一聲雙腳跪地 對著遼東大法師慢慢扣了三個響頭 她的動作很慢又很慎重 偉露在旁邊看到爬一聲對著黃金銅一巴掌下去 接著開聲罵她 你真是沒有骨氣 是姑奶奶我看錯人 跟著你這個賤骨頭 黃金銅完全不理會 她對遼東大法師說 大法師呀 我仰慕了你很久了 請你收我做徒弟 我被他們幾個害得很慘 希望你可以幫我學成妖法 我用來報仇雪恨 在江湖上揚名立萬 然後偉露又刮到一巴掌 黃金銅就生氣了 站起來和偉露一起撕打起來 互相罵 遼東大法師看到這樣 終於忍不住抹大嘴在笑 在這個時候 我也慢慢明白了黃金銅的用意 她這樣是緩兵之計 是呀 在遼東大法師面前演戲 做些荒唐的事 先別管你演得像不像 拖她十分鐘再說 我仿然大悟 我也走過去出聲鬧了 你這個黃金銅 你要練成妖身輪到你呀 你算什麼紳屍蘿蔔皮呀 和我爛呀 講完之後 我對著遼東大法師跪下扣頭 我心想 大丈夫處世能屈能伸 今天我在這裡和你扣頭 一會兒花果局成功之後 我要連本帶你 叫你這個遼東大法師和我扣分回來 我口中尊稱她做師傅 說我也很想練成一個妖身 黃金銅看到這樣 睜大眼很生氣 一手推開位路 走過來拔左領領 當頭一拳打下來 一邊打一邊罵 嘻嘻 你算老幾呀 都膽敢和我搶師傅 我也不試藥 舉起膝蓋 對著她的胸頂下去 然後我和黃金銅扭打在一起 偉鹿見到這樣 上來抓我 一邊罵我說 你這個臭小子呀 膽敢打我老公 張雪望在後面 用隻手推林慕蟬的腰 低聲跟她說 你幹嘛在這裡發牛鬥呀 還不快點去 林慕蟬這個時候反應過來 才明白這是緩兵之計 於是幾個戰步衝上來 拿著偉鹿的頭髮 將她按在地上 開聲罵她 你這個賤人 敢打我男朋友 偉鹿一隻手出來 開始去施捨林慕蟬的衣服 嘴裡也在罵她 哈哈 姑奶奶今天也要脫掉你的衣服呀 林慕蟬何時見過這樣 那個偉鹿好像是來真的呀 她心想算呀 狠狠心咬咬咬牙 兩個人在這裡 互相施捨對方的衣服呀 張雪望也沒有偷雞 拿起一盆熱水 她對著凡凌玉好像要潑下去 凡凌玉知道我們在辦事 見到來勢洶洶趕快走 圍著那個花果局在圈跑 其實要看看那個花果局生成怎樣 一旦差不多了她就喊停 遼東大法師這個時候 徹底看得呆曬 時不時發出一兩聲乾小聲出來 那陣子之後 見到我們只是打雷不下雨 林慕蟬把神龍古臉扔在地上不用 在這裡和韋律師寫衣服 打了很久之後 根本一件衣服都沒有撕下來 而我把綠骨刀掛了腰間 和黃金銅在這裡抖膠 連拳頭都沒有揮起 你推倒我我推倒你 張雪望拿了一壺熱水 只是追不潑的 遼東大法師這樣才發現有問題 於是她大聲喊 你們這班傢伙在這裡耍我吧 我們打得很容易鬧 誰都沒有去回應她 遼東大法師看得很有疑心 她只打算招呼五隻妖物將我們包圍 在這時 范令玉大聲喊 快點入花果陣 那些苗根紮穩了 我馬上從我白寶狼裡掏出三粒變天烤 那隻烤一出白寶狼其他都不理 直接對著雪玲珑撲過去 雪玲珑的蟲丹掉在地上 無奈旁有一隻人眼蝶子 那隻蝶子即時飆過來 一把鐵鉗掀著三粒變天烤 變天烤好痛發力失效 重丹馬上升空 偉陸一陣黃蜂捲身 搭著黃金銅的肩膀 直接將黃金銅接到花果陣裡 林毛蜆在奔跑之餘 那雙翼彈出來 一手捉著我的腰帶 將我從低空那裏拋在花果陣裡 重丹因為被變天烤停了一會兒 追不到我們 但仍是一支箭般衝向花果陣 就在他馬上升到花果陣時 有片瓜葉靈光一現 好穩定地將重丹包起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您的收聽 明天烤